令人比較激賞的是他在利用中區出現一個新的理解 就是有敵法的隊伍不懸坦 對 然後有敵法的隊伍不懸坦的情況下 他就是反而用一些非常暴力 就是以攻擊來取... 就也不要說防禦了 就是把你...在自己倒下之前先把你殺掉就對了 對 好的 那邊這邊雙方稍微交換位一下 這樣子的話在字卡上面可能會比較正確 那這邊雙方再次由裁判來確認一下 對 然後其實可以從我們非常銳利的眼睛看出 他們已經進入選角的畫面啦 對 這邊可以看到 剛剛應該是我們的急處還偷瞄了一下攝影機 唉唷 可以稍微用一下小路的魅惑 對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盡量不要干到兩位選手 畢竟是冠亞局 這是五萬塊跟十萬塊的一個爭奪戰 也是一個榮耀的爭奪啊 好 選手們準備好了沒 這一邊馬上的 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高雄的觀眾蠻熱情的 因為其實剛剛好就在柏特區附近 所以不斷的會有一些 就算是沒有玩刀塔的朋友 也會走進來看一下 對 你會來支持加油 甚至說原來刀塔有辦這些活動 那趕緊來下載這個遊戲 好好地來玩一下 到底是怎樣的遊戲 冠軍可以達到我們五百萬的賽事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專畫的選擇 這是遊俠小黑一個控場的起手師 而急出有沒有機會再拿出他一個敵法不帶坦的一個 一個比較先進的理解 唉唷 這邊還在選 有兩隻英雄可以選 是15秒 這邊在選擇一個 難道要先用召喚師 喔沒有 法系 修補醬 好 已經剩下9秒 已經快來不及了 剩下最後的 哇 無謠登場啦 這邊急出走傳統法系 而彰化人會不會傳統的控制流呢 這邊選擇 大家還要再看 再選 好 那這邊再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場賽事 是我們的10萬塊跟5萬塊現場 到底是會有哪一位玩家能夠順利的帶回家 對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台港澳電風機器道塔傳奇 在南區的一個冠亞軍賽 如果你之前的比賽都沒有看到 沒有關係 今天你只要看這一場 就指揮票價了 對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的最後的壓軸了嘛 嗯 好的 這邊果然是傳統 急出是一個傳統的光法帶領的一個法系隊 法系隊 然後這邊的話 另一個就是用我們的滑鹹隊 到底是哪一隊會比較厲害呢 沒有 應該說哪一隊的人品運氣比較好 理論上啦 理論上控制流會比較強 因為控制流帶有大量的沉默招式 這樣的話急出這個法系隊很難 會憋著 唉唷 最後把雙頭龍收服了 放上了白虎 這個就是要先把熊貓秒掉 這個是不錯的一個想法 對 因為人馬搭配白虎 會有非常好的開場的站位 然後外加我們的熊貓都會被暈在那裡 任由人家的屌 塗打 他是故意最後一位才選白虎 所以其實熊貓如果先秒掉的話 他其實整個中排的控制技也不知道放不放得出來 沒有錯 可以看到熊貓血量馬上見敵了 而且沒有其他可以跑他 真的就如我們所講的熊貓已經先倒下了 如果第一隻倒下的情況之下 那會不會兵敗如山倒進 接著第二隻果然會倒下 這邊急出的理解可以說是非常 等於是全方位的理解 是一個動態平衡的理解 這邊要再次的稱讚他 對 哇 真的 哇 這真的是我們的控場大招都還沒出來之後 只剩下沉默放得出大招 輕鬆的破掉了滑險 標準的滑險控制流 對 沒有錯 那這個時候 由我們急出拿下的第一場 勝利看來他十萬塊的女神在向他招手啦 不過畢竟是打一個大的BO3 這只是第一小場啦 所以這邊彰化人穩住 穩住軍心 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啦 那這邊我們可以注意到 其實我們整個戰略的一個進化 也來到了一個點 白虎 對 就開始玩家會去分一說 欸 我不太清楚 那我就乾脆把一隻換成白虎 來提升我開場的優勢 然後因為白虎跟人馬都是一個很好開場會衝進來 然後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站位 是的 然後在之外呢 那個應該是熊貓 他在那邊一開始被暈什麼事情都做不出來 對 欸 其實這邊 急出真的是神來一筆 他在最後他本來要打標準的法系 對 最後把最後一個雙頭龍的位置換給了白虎 對 這個正是我們所謂說的 就是我們隨機應變的能力啦 好的 那這邊集出 哇 選了三隻藍色的角色 雙方都是比賽國際亞隊嗎 藍藍藍隊上紅紅 那是紅嗎 不確定 劍聖是紅的啦 那聖堂刺客這個就是 有一點 金色的感覺 奢餓 奢華的感覺 好 這邊選的是我們的劍聖搭配我們的敵法師 那你可以注意到彰化人是一個 不知道會不會是標準的 沒有也沒有標準 大惡魔巫師 而集出是多一個樂旗的比賽國家隊 哇 因為其實樂旗跟我們的小黑 都有帶來大量的物理攻擊力增加 然後導致說我們的劍聖跟敵法師 在前期能夠造成非常大量的輸出 他就是不成功變成人的戰術啦 好的 那這邊一個進場 雙方都有 不過這邊集出沒有按摩 對 然後變成說其實 因為攻擊力有被加持的情況下 他吸血吸的比較多 但是他吸的回來嗎 大招如果沒有開出來的話 非常的損失喔 哇 這邊集出的敵法沒開到大招 好 那這時候樂旗開大啦 然後 哇 惡魔巫師大招有墊到劍聖身上 劍聖直接破口這邊這一場 可是剛剛我們的聖堂拿到人頭 他人頭馬上能量加了300大招 第二次的大絕 會不會再收掉惡魔巫師 惡魔巫師收掉 但是這一邊我們的按摩來做補血 另一個聖堂也要開大了天啊 這邊是一個聖堂PK秀啊 對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聖堂沒有拿下勝利的話 會有我們的集出拿下一個大點大分的 可是聖堂又出了大招 天啊 雙方的聖堂不斷的交換彰化人的死期掉了喔 那這個時候非常的 因為已經剩下最後二對二就在於說 誰的聖堂拿到人頭 哇 這一邊暗幕在出來之前補到血 很關鍵的補血 沒有錯 但是聖堂又開了大招 拿下人頭 再來今天看這場第四次第五次的大招了 天啊 然後護盾又刷新的情況之下 然後接下來 又髒化人要開始又 應該可以收到 可以收到遊俠 小遊俠 沒有 哇 沒收到的情況 在這邊集出感覺是要 反敗為勝了 天啊 哇 恭喜 這是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 集出是2比0的比數 拿下第一場的大分 對 這邊拿下第一場大分的情況 其實可以注意到我們聖堂刺客 兩邊都選聖堂刺客的情況下 真的是在比拼整個誰的聖堂刺客 對 可以持續的收到頭 你如果持續的收到頭的話 其實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扭轉整個戰局 對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說 非常可惜的那點是 因為我們的聖堂逆支 他是主要傷害是打在聖堂身上 如果他第一段傷害是打在遊俠身上 然後再擴散的話 那隻遊俠應該是會死掉 然後他死掉的話 整個局面又會不一樣 對 因為他自己的護盾會刷新之外 我們另一個聖堂傷害就會出不來 所以其實另外一個關鍵在於 哪一邊的聖堂的哪一次大招沒有收到頭 一旦沒有收到頭就很尷尬 因為就沒有這個護盾了 好 那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的第二場大分的爭奪戰 因為我們剛剛的話有我們的 急出 一直落 對 兩場小分的比賽拿下第一大點 那這樣子的話在左邊的是我們的急出 在右邊的是我們的彰化人 這邊看到其實雙方的表情還是蠻凝重的 那這邊因為我們要打三場 因為誰都不想放手這五萬塊 要打一個大的BO3啦 所以呢這邊其實急出已經先拿到一個大點的情況下 彰化人的壓力是會比較大的 對 如果現場有這兩位選手的觀眾朋友來的話 也可以幫他們加油打氣 對 親友團的話應該都在下面 幫自己的支持的選手來做加油 好 那最後開始做宣教的動作 這邊急出先選擇人馬 難道又是像剛剛選的我們的甘道夫國家隊嗎 對 國家隊多派一個白虎 而彰化人這一次先把 這一個比賽國家隊先搬出來 唉唷 唉唷 還在猶豫 應該是敵法師 劍聖 死亡 騎士 死你 是一個雙奶的組合 因為畢竟你已經出了暗影目色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的話都會直接搭配兩補 不然其實你有一補會有點發現說 一補也拉不回來 那反而是浪費掉了 那我們看一下急出一個人馬 作為領軍 他要維持原本法系的一個走向 還是 要改變走向 做一個物理 哇 聖堂刺客 對 這邊想要強碰 因為他如果走傳統法系 很可能會被彰化人克制 因為彰化人這邊可能帶敵法劍聖 中後排很容易前期就掉 可能也是考慮到這一點 馬上來做一個 三不轉入轉 今天如果我不走法術隊 我就也可以走物隊 因為畢竟人馬也是個坦克而已 所以 並不像說如果你開場選擇修補將 再突然要轉的話會比較虧一點 好的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彰化人 暗幕 聖堂刺客 那其實他這隊感覺也是他非常愛用的隊伍 就是最後是有用我們的惡魔巫師這樣子 這邊又選擇 雙方都 這邊急出選擇敵法 這邊感覺急出把第一回合 就把大量輸出角色攪出去了 因為惡魔巫師他那個 他小招刺起來那個點是 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就是剛好在介於說敵法師衝進去的那一瞬間內 會把敵方切起來 嗯 好的 這一邊可以看到 急出的人馬先出一個戰爭衝突 開一下護盾 對 那一進去之後被戳起來 所以等於說我們剛剛的敵法師沒有到 普攻沒有出來 有點可惜 喔 這一邊是彰化人的敵法能量先回的比較快喔 好 大招要出來 可是雙方的敵法師血量都非常多 主要是暗影牧師感覺有點快要撐不下去 如果我們急出能夠撐出 唉呀 倒了 急出的暗影牧師倒了 不過可以看到現場觀眾有在拍手 應該是不是在幫他加油吧 好 這時候急出已經倒下了第二隻 可是關鍵還是在於說 聖堂刺客有沒有順利的拿下人頭 因為其實像剛剛那場聖堂 他是靠普攻拿到我們 這一邊彰化人的聖堂刺客先啟動了 哇 拿到人頭應該是 拿到了這邊急出的聖堂刺客倒掉的情況下 現在彰化人的優勢非常的大 這樣子的話感覺要打一個完頭勝囉 要稍微被人拉回來一點了 好的 這邊恭喜彰化人在 第二大局的第一小場比賽 能拿下比賽獲勝 而且是5比0 對 而且他這樣的話 他就稍微喘了一口氣 因為如果剛剛有急出拿下勝利的話 比賽的狀況會變成說 急出只要再拿下一場勝利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冠軍 對 這邊可以說是喘一口氣 慢慢的把這個氣勢搬回來 因為剛剛的第一個大分是急出手拿下來的 主要是在戰鬥中 還是希望選手們臨危不亂 然後仔細的分析戰場的變化這樣子 對 這邊再次宣傳一下 你現在正在收看的是 刀打傳奇台港澳巔峰巔在南區 南區的冠亞軍 最頂尖的南區兩位最頂尖的選手 的一個精彩對決 精彩 錢給你趕快做 有錢能死鬼戳模 戳模是不是 不是推磨嗎 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急出這邊是梅杜莎加上惡魔巫師 而彰化人這邊是比較偏傳統法系 好 還有兩個位置啊 急出 沒有關係 這邊再選 坦還沒有出來 對 阿戰隊如果這個時候 這場有我們彰化人 真的如果順利的拿下第一分 幫回來的話 其實我們戰況會變得相當的緊繃 很腳左就會進入到第三大分的一個節奏 對 好的 那這邊彰化人真的是比較傳統法系 沒有錯 甘道夫的一個魔戒隊 但是急出這邊有沈默又有梅杜莎的情況下 彰化人的壓力還是挺大的喔 沒有錯 那最後會選誰呢 會不會選 沒錯選游翔 因為其實游翔的第三招就帶有沈默 等於說他一開始大概在開場不到10秒鐘 他馬上就會放出沈默 對於我們比較偏法系的 像雙頭龍巫妖跟我們的修補將來講 是個非常頭疼的 是的 前中牌就會先被沈默 那前中牌的小招沈默結束之後呢 沈默的大沈默可能馬上會接著放下來 對 好 那這個時候開場一打 但是雙頭龍好痛啊 大招有出來壓縮陣型 這個時候蛇女馬上大招緊接著出來 惡魔巫師也要開大 惡魔巫師可能會把人馬直接收掉 不要走 因為人馬實在是太坦了 可是如果 喔 修補將先開大招 我們的蛇女倒不下了 哇 直接帶走三隻修補將能量 感覺又快滿了 但是彰化人現在有一個人數優勢 而且還有能量優勢 感覺這場有我們的 應該是有辦法由我們的彰化人拿下大分 主要還是彰化人的修補將非常的痛喔 所以導致惡魔巫師跟梅杜莎 直接快 瞬間被帶走 對 接續躺掉的情況下 惡魔巫師順利拿下大招比賽 這邊我們雙方的大分是1比1的平手 非常的嬌琢 可能我們現在各位選手 心跳指數馬上跳到140 150 160 170 會送1喔 不能再跳下去了 趕快放輕鬆 深呼吸放輕鬆 深呼吸真的要稍微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稍微喘一口氣 然後可以的話再對鏡頭稍微笑一下 當然是最好啦 對 那這邊可以注意到 雙方要進入到第三場比賽 目前雙方大分1比1的平手 其實彰化人讓1追1現在 有沒有機會讓1追2 而這邊極出能不能夠 拿第一場比賽的一個氣勢打出來呢 這邊可以看到說 剛剛我們的心電螺子 想從中間經過 喝了一口水 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好的 那這邊雙方 可以看得出來表情還是 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鎮定 非常的沉重 因為他們就是真的是 他們非常重視這場比賽 這樣講 的確這個 也可以說是 明年電玩展的決賽的前哨戰 即便這四位選手 光光畫面中 都拿到資格了 對 都拿到門票啦 但是我想 畢竟是差五萬塊的獎金 如果說紀電軍差五千塊 我就算了 對啊 我自由練兵就算了 這個差五萬塊 我覺得一定還是很認真 絕對不能放水這樣子 對 應該說 他如果拿到這五萬塊 可能就少上一個月兩個月的翻 這樣子 對啊 這個 我想錢這種東西是不嫌多的 說不定到時候 過年的押稅錢 就有著落了 嗯 又有一筆獎金啊 好的 那這邊 集出是先攻 我們看一下集出的先手 會選擇哪一隻英雄 對 其實到這種情況下 他第一隻英雄非常的關鍵 如果他選擇是比較 偏法系或偏物理的話 等於說是在告訴對手 我打算走這一個取向 嗯 所以變成說他的第一隻英雄 會選擇哪些來做變化呢 一開始就花了十五秒鐘 在做思考的動作 然後實際上十秒鐘 應該是選人馬 或是敵法 難道集出要拿出他拿手的 一個不帶坦克的一個 敵法的一個打法 對 而且聽說他使用到現在 感覺都好像還沒輸過 效果很好喔 他是彰化的 起手就是哪個控制流 你喜歡 不打坦 是吧 那我就控死你 但是如果集出打一個不帶坦的一個控制流 其實 輸出很高 甚至是如果彰化的人又擺出熊貓 會不會又出現白虎的一個 暈劍來克制你 這是可以觀察的 沒有錯 這邊可以講到說 如果拿敵法當頭的話 最怕就是一開始 人家用月神劍把你的 敵法師運在那裡 喔 這個有彈了 對 可是站位來講 還是由我們的敵法師 稍微站了前面 喔 修補將 這是一個混傷流 難道最後一場 他竟然打算四角色 不會吧 但是其實他再補一個白虎 還是可以把這個熊貓秒掉 唉唷 很難講喔 那如果他補了熊 白虎 那彰化的人就要想 那我要不要再補一個主坦 不然熊貓會瞬間被秒殺 然後中牌被切 這邊再思考 急速再選 最後兩個 因為他一定要擺給對手看 他沒辦法 喔 光法師 那用光法的話 應該第二次會想要用我們的 欸 白虎還是巫藥 是我們的白虎 對 還是想要來嗑熊貓 那這邊彰化的人要思考 是可能要放個主坦 如果一樣的標準的滑弦流 會被 會被痛虐喔 沒有錯 這個熊貓可能很快就 因為畢竟 畢竟如果被單體突破的話 是真的會非常的尷尬 這邊再選擇中牌 還是傳統的控制流 不信 再來試一次 因為其實 其實急速算有選 光法跟白虎 但是前 前中牌的配對跟上 上一個大分比較不一樣 沒有錯 那這邊就看一下 月神劍 然後出來 穿雲劍 先來運一下 拍拍熊打一下 馬上血量已經被打到快一半了 然後又被自盲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攻擊 喔 又都有出來 不過這次打在熊貓身上的爆擊 好像比較少 而且急出的敵法的閃避並不是那麼的理想 熊貓的大絕應該是開得出來的 喔 這邊感覺彰化人 熊貓大絕 說不這樣大招有拿到人頭嗎 哇 有拿到熊貓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的 大家已經開始要做控場的動作啦 這邊一旦開始控場 急出就只剩下物理傷害 甚至可能在睡眠的時候 連傷害都沒有 被死化 被死化 等於說我們的動感光波 一下子就出去了 但是待會 只要光法的大絕 打不出來 因為被沈沒 非常的可惜 因為畢竟我們控場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如果有大招的情況下 就是一直控場 控到對手 完全只能悶不吭聲的 被你這樣子塗打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遊俠小黑一旦開出大絕 急出相當不妙 哇 這邊彰化人難道要讓一追二嗎 這邊已經彰化人 不會吧 彰化人贏了一小場 所以來到彰化人的一個賽末點了 對 所以等於說其實彰化人在第二場的話 他一定會很想拿出自己心中最強的一個隊伍 就趕快四步一次 直接直落二拿下我們今天的冠軍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讓一追二這邊急出的 壓力已經來到急出身上了 修補將是要走一個我們非常強大的法術流 那我們急出 到底是會以怎樣的隊伍來做應變 修補將 可能是一個傳統法系 那急出這邊 可能包括傳統克制法系 沈沒啊 敵法是可以考慮放出來的 而且壓力也會比較大 因為他不能再輸 好的死期 死亡騎士 死亡騎士 那死亡騎士的第四招有全體魔傷減傷的效果 對 這邊起初感覺要打比賽國家隊 好 而彰化人這邊還是比較偏法系 這邊 哇 就感覺打到後面都是這些隊伍 然後再比說看誰的運氣比較好 可是打到後面等於說 會有一些玩家會把穿插一隻白虎進來嗎 對 而且這邊放了雙頭的話 急出如果要選聖堂刺客 那就要考慮雙頭可能會不斷的偷燒你 偷燒你的中排後排 可是畢竟我們急出他有用我們的死亡騎士跟暗影牧師 就是比起一些我們比較偏速處的話 他還 聖堂是有被保護的 對 聖堂被保護的機率也是蠻高的 所以這邊還是選了聖堂 那有沒有敵法呢 敵法已經用過了 所以選擇劍聖 所以最後一個位置 到底要選誰 面對一個非常強大的法術傷害的陣容 那急出的最後一隻角色 他到底會選誰來應戰 是不是熊貓還是控場的牛 很難講喔 那這邊彰化人真的是傳統法系 這邊已經來到彰化人的賽末點 人馬來加強前面的坦度 對 急出絕對不能再輸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再輸就要跟十萬塊說掰掰 他就打算用人馬來加強坦度之外 中間就靠我們的死亡騎士加暗影牧師 來做最後有沒有辦法把聖堂撐到最後面 對 關鍵是聖堂 還有暗幕跟死琴 可是可以看到說聖堂被燒是真的非常的痛 對 而且重點是你被持續的燒其實是不給聖堂能量 對 你要被突然打到一下才是會有能量 好 這時候我們劍聖已經開到大招 但是巫妖大招噴出來 如果這時候聖堂倒下的話 哇 修補在開大這誰受得了 但是聖堂來了喔 大招出來了 可是他那血量如果被貓一下可能會死掉喔 可是他只要收到頭他就有護盾 哇 這邊聖堂收落秀感覺要開始 可是他那血量是真的非常的危險 死亡騎士跟暗影牧師在死之前都想要把聖堂 聖堂又有大 這邊要靠聖堂逆轉 喔沒有 這邊擠出五隻都活著 哇 天啊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他最後選用人馬是打算說 來靠一個就是我用三隻來保你聖堂開大招 對 各位一定要打得這麼刺激嗎 我們要馬上進入到第三場比賽的最後一場小點 對 所以等於說再來的這場戰鬥 誰只要獲勝誰就能夠獲得十萬塊 哇 我們的中區跟南區的比賽 真的打得非常的膠著 非常的激烈 現在聖堂跟彰化人可以說是誰也不讓誰 誰都拿下一個大分也一小分 待會的這場戰鬥誰都不能放下一個致命的儲物 你可能稍微一個猶豫一個尷尬的 五萬塊就沒了 瞬間蒸發八萬賺這樣子 八萬塊 八萬賺這樣 五萬塊 八萬賺 好的 這邊集出要打一個控制流 而彰化人是一個比賽國家隊 對 這邊的話等於說兩方的立場感覺有點倒過來 嗯 的確 聖堂 他是集出要不要選一些針對聖堂的角色 包括雙頭龍 包括一些可以對中後排 都先做輸出的角色 對 可是剛剛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的話其實雙頭龍效果不錯 可是就差在說他後段傷害不足道 所以說聖堂血量被拉回來又順利開到大招 對 這邊集出真的要打出標準的滑險隊 那彰化人這也是標準的比賽國家隊嗎 沒有 是惡魔巫師也是他愛用的 對 惡魔巫師多一個控場 他雖然沒有劍聖的一個平均輸出高 但是有多一個控場 可是其實惡魔巫師 剛剛講過幾次 惡魔巫師搭配敵法是非常不錯的組合 搭配說敵法衝進去的那一瞬間內 敵方全部會被刺起來 敵法有時間做輸出 好 怎麼敵方先用敵法往後跳 這邊關鍵在為沉默再放大錢會不會死 沒有錯 哇 這邊敵法的血量很多 哇 大招開出來我們沉默跟梅杜莎血量非常的危險 喔 但是有看到大家 但是梅杜莎可能被迫要往後噴 很尷尬 梅杜莎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自己也不知道有大招該不該開 哇 梅杜莎倒了 這邊彰化人的優勢會越來越大 對 他已經看到了十萬塊 難道十萬塊由我們的彰化人拿下來了嗎 起初表示五萬塊離我遠去啊 對 因為我們的聖堂刺客已經蓄勢待罰 已經準備要開大招來 我們的彰化人要讓一 最後的聖堂刺客會不會來一個華麗的收尾 對 然後最後被我們按影牧師稍微拉回來一點 那最後聖堂 哇 大招二連發 天啊 兩萬一這個傷害你敢相信嗎 這個可能只有人馬可以扛得住這個血量 對 然後之後最後 就要由我們的聖堂刺客 來做個非常漂亮的收頭 十萬塊 我拿走了 對 恭喜我們的彰化人讓一追二 拿下了我們這一次的南區冠軍 但是這一邊的基礎表現也非常的好 拿下了亞軍也有五萬塊的獎金 五萬塊的獎金 他們真的是打完之後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真的是表情完全都變啦 送了一口氣 可以看到這邊彰化人非常開心 對 真的爽到不行啦 那待會的話就是進行我們的頒獎嘛 對 那在頒獎典禮之外 如果各位是我們現場的 在看我們直播台的選手 在看直播台的觀眾也先不要離開 因為在頒獎典禮之外 也會有我們最後的288賺的一個抽獎 就趕快在我們的聊天室輸入 我們的DOTA傳奇四個字 就能順利的來參加我們的聊天室抽獎 那我們今天南區的一個台港澳電風競技場 的一個比賽到時轉播告一個段落 而且比我們中軍還要順利還要快 對 這邊也是再次的謝謝革命 陪我們講了一整天的比賽 不會啦 多喝水 沒事 沒事 多喝水就可以啦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關注就是 明年包括港澳區的預選賽 還有最精采的電玩展的一個總決賽了 好的 那我是今天的主播姐妹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南區的比賽 轉播到此蓋頭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明年的這個港澳賽見囉 對 掰掰 掰掰